花蓮市Sakiraya族年度盛世火神祭7号的晚间 也就是双十廉价的第一天盛大举行 国府桥旁原形石头祭场涌入满满人潮 除了部落族人也吸引不少游客到场 要一度祭典重现145年前 清兵与部落族人烽火连天的交战场景 部落族人将点燃圣火的弓箭 伸往象征清军的墙面 充现145年前清兵与萨奇莱雅族人 在达顾湖湾战役中 烽火连天的交战场景 这是花蓮市萨奇莱雅年度盛世火神祭 在7号双十廉价的第一天傍晚盛大举行 清军为了要围堵萨奇莱雅 导致我们所有的萨奇莱雅 隐匿在我们阿美族的各个部落 那在这边今天举行这样的一个祭祀 就是为了纪念我们当时候的那一场战役的 母夫妇跟我们所有的先祖们 在这边其实每一年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公所也在此 也希望说我们部落的文化都能代代传承下去 未来也会编列更多的清费 让孩子们能够了解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国府桥旁圆形石头祭场涌入满满人潮 除了部落族人也吸引不少游客到场 而花蓮县新夏发展协会也获元明会补助 在现场设置了10个摊位 提供民众免费DIY及传统服饰体验 之前的话我是没有体验过 但这一次的体验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就是我想我这个记忆应该是忘不掉了 为了纪念100多年前的灭族事件 族人们以火神祭的方式 象征族群因火而亡 活力重生 不仅公部门自立于文化保留传承 地方协会也齐心神根推广 透过祭奠高位逝去的仙灵 更要年轻人别忘记祖先壮烈牺牲的精神 也透过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典故 将珍贵文化永续传承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